读经的第一件事情 遇见说话的神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于弟兄读经的方法是什么 我说读经最好的方法 就是以赛亚书55章第三节 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 这个读经的方法 你说没有一个是读啊 我说我们今天 这就是我们的盲点 我们读圣经只用眼睛读 我们没有用耳朵听 没有用心灵来领受 没有在神的面前来读神的话 最好的读经方法就是 就近我来 就是就近到神的面前 然后侧耳而听 所以每一次读经的时候 我们应该先花一两分钟 不要急地打开圣经 你说主耶稣啊 我用了最简单的信心 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爱慕你的话 我渴慕你借着今天的经文 对我说话 主我在这里 仆人静听请说 然后打开圣经 你带着一个这么简单的信心 打开圣经 我跟你讲 不光圣经打开了 这一分多钟的祷告 我的心也打开了 而当我这样子 圣经打开 心打开 在信心里面打开圣经 连天也打开了 很多人读圣经 圣经对它是封闭的 天对它是封闭的 读了老半天 读不出东西 顶多脑袋知识增加一点 可是当我们的心预备好 我们是在神面前读话的时候 我的圣经也开了 我的心也开了 连天也开了 神对我们说话 今天很多的时候 我们只有做到圣经开 还有很多人连圣经都没开 那灰尘多得不得了 请大家翻到马拉基书 它讲成马来西亚书 哪里有马来西亚书 连圣经哪一卷书的名字都记不得 讲犹大书第几章 问了两遍 三遍 还会再问犹大书第几章 犹大书没有讲 就那么一段 所以听众子妹 我们对圣经太陌生了 我们没有用我们的生命 没有用简单的信心度 所以第一件事情 遇见说话的神 第二件事情 要让主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 影响我们的生活 如果神的话不能够改变我们 不能够transform我们 改变我们的生命 不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主的话是主的话 我是我 Nothing happened 没有事情发生 你读完那也是白读的 要让主的话改变我的生命 影响我的生活 换句话说就是我要认真 我要真心的 我要把我人放到神的话里面 让神的话真正来改变我 有一个主义学老师 非常好 我觉得教会多一点 这样子主义学老师是需要的 他跟小孩子们上课的时候 他说每一个人拿一只手套 他预备了很多手套 他说你们现在有没有 任何一个人 可以手不放进手套 能够把这个圣经举起来的 有奖 有没有人可以举得起来 一个空的手套 要把圣经举起来 举得起来吗 举不起来 每一个小朋友都是 怎么可能 好说他现在你们把手放进去 再把它举起来 每一个都可以举起来 他说如果你没有把你这个人 没有把你的生命放到 这个神话语里面去的时候 神的话你没有办法高举基督的 你必须把你真放进去 不然的话我们说说谈谈 扩展神国 扩展神国 高谈扩论 谈了那么多 你根本没放进去 你根本没有再高举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叫做读主的话 圣经里面讲到神话的时候 讲到太多太多太多 关于神话的 你看诗篇29篇 他说耶和华的声音 是大有能力 满有尊严 它是so powerful 然后是food of majesty 神的话是大有能力 满有尊严的 祂发声 祂的声音出来的时候 祂能够正税 黎巴嫩的香薄树 我们叫香薄木培训中心 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香薄木是坚硬的 它的质料非常的坚硬 可以做神家的栋梁 建殿的材料 栋梁 木板 树板 全部都是用香薄木 但是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 可以把整个香薄木正税 不光正税香薄木 它能够叫旷野震动 它使火焰分叉 它能够使母鹿掉胎 能够使树木 所有的树木的叶子 全部掉光 这只是形容词 神的话远超过这个 神的话远超过这个 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 整个万有的创造 是用祂的话 祂说有就有 命力就利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不光整个万有的创造 祂用祂的话 祂用祂全能的命令 拖住万有 我跟弟兄姊妹讲过的 今天地球自转的速度 如果不是神拖住我们 我们早就飞出去了 你开车最快一百米 对不对 地球自转的速度一千米 神如果不怜悯我们 我们都飞出去了 地球公转的速度 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多 mile per hour 你可以想到吗 地球一面自己本身转 转这么快 一千mile的速度在转 然后绕着太阳转 是六万六千mile per hour 我们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但是神是用祂的话 用祂全能的命令 拖住了万有 所以今天我们打开圣经 真认识圣经多宝贵的时候 我们要非常敬畏神 恐惧占经 带着感恩的心 带着喜乐的心 带着期盼的心 打开圣经 对不对 这是神说的话 不要把它当神话 这是神说的话 对不对 接種 啃 啃 生薪 熊 熊